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正路上还会有最吸睛的0-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主办单位市政府与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欢迎民众来基隆住宿旅游感受超跑嘉年华的魅力 画面上是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与各单位 之前在嘉义举办的超跑动态秀 而这样的盛况这个暑假也能在基隆看到 基隆首届超跑嘉年华 8月19、8月20两天将在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登场 有最吸睛的0-200公尺直线加速动态秀 很特别很特别很少会看到超跑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用表演的感觉让大家看看车子在这个0-200这中间 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很过瘾的 所以呢我们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我还是留点 你们一起来看就知道了啦 我还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 当有超跑就有美女 因为我们超跑的美女我们有IG系列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跟我们的车模能够合照 然后透过IG的列印马上列印出来 所以说 掌声掌声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漂亮的这个超跑之外 还可以来看美女 而且呢还有摄影比赛 如果你觉得你的照片拍得非常好看 还可以拿奖喔 所以说这么好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 1 2 3 马力全开 奔驰现象 我觉得除了中原季 我们希望有更多文化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来之外 未来其实基隆我认为 希望在我的任内 也可以举办 类似像澳门新加坡 以及摩纳哥的一种城市赛车 大家都知道摩纳哥 澳门 新加坡 都是利用城市的继承道路 来作为一个赛道的规划 然后每年吸引大批大批的旅客 到那个城市来 来做更多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基隆如果要越跟这些城市一样 或许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国际级的这种城市赛道的这种活动跟比赛 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要三天两夜 那这才能够带动经济效益 然后在这里像来到基隆 你一定要住吃 然后办手礼 这样子才能够全面面俱到 所以我是一直想说 我们既然要推光光也要结合运动 这样的话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不要马上走 然后在基隆多待个两三天 会让你回味无穷 这场超跑嘉年华记者会 包括交通处长王振宏 文化局长江亭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也共同出席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住宿 并一起来观赏超跑嘉年华 除了直线加速动态秀 还有超跑的展示 小小超跑体验 以及委托行商圈发展协会规划的基隆在地特色市集 各单位攜手一起带动基隆观光 旅速游购各方面的成长 记者黄正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而这场记者会中最吸睛的就是 这辆0到400公尺加速亚洲区最快的一台车 一起去看看 这个充满刺激酷炫的赛车运动 往往要投下庞大的人力物力 相当吸引众人的目光 也造就了特殊的魅力风采 基隆超跑江年华记者会中的这台超跑 目前是亚洲0到400公尺加速最快的一台车 NH99的阿古的这台车是全车碳纤维 然后涡轮套现是AMS Alpha 15X 目前是亚洲车牙和Jaggy的记录保持人 亚洲区域的部分的话 它的记录是最快的 048.51和048.47 它的过程也不是说一次就改成这样 所以中间有经历很多过程 可是这也是玩车的乐趣所在 当然是花费不少非常多 可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配置 这个胎框是平常路上用的 并不是它跑直线专用的框 跑直线专用会换另外一组轮框 而这样的赛车运动在国际港督举行 对于基隆的国际能见度也有相当的帮助 我觉得像刚刚市长也有讲 像摩纳哥澳门其实就是城市赛道 每年飞去这两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多 其实大家就是为了看赛事 可是相对的你看这么多人去 那观光肯定是会变得更好 城市的封街赛或者是直线交流赛 其实如果当大家都很熟悉 譬如说基隆就是会办这种封街赛事 很盛行的话其实是好的 因为如果是合法合规 我觉得当然是对整体产业一定都是上升 我觉得说基隆的话 慢慢的话走向这个观光城市 所以呢我觉得各种的东西 或者是各种style呢 我觉得都可以来去做一个尝试 那当然呢这个0到200的这个加速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这个大家 很多的市民朋友们 那希望说呢我们基隆在后疫情时代 那可以让呢观光更为的蓬勃的发展 那市民呢也忠心期盼说 有更多的活动 那更多而不一样的style 可以展现在基隆 让我们台湾看见基隆 让世界呢看见基隆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游客 看到超跑都忍不住停下来合影留念 可以想象如果超跑活动 在基隆举行的盛况 相信能够吸引很多游客 来到基隆这个国际港都 共襄盛举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距离2024总统级立委选举越来越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特地到基隆府选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是议员 先到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公 参拜妈祖 再转往市中心的人爱市场拜票 争取选民的支持 在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以及党籍基隆市议会前议长蔡旺莲议员 和曾继言郑凯林市议员陪同下 8月8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一行人 先到七堵区信仰中心 庆祭公参拜妈祖 再转往市中心区的人爱市场拜票 争取选民的支持 柯主席最近也是很辛苦也很努力 那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 都是有一些共同的理想 就是主要第一个希望两岸和平 第二个台湾政治需要很多的改革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一起合作 来推动很多的政治改革 那第三就是要让这个社会 很多公平正义的事情能够实现 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一起揪出来 所以我们都是希望用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理念 来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持续会努力的目标 随后在市场管委会主委等人陪同安排下 特地享用市场里面享誉外界好吃的寿司 让身为父亲的朱立伦 以及林佩祥和曾继炎等人 一起度过特殊又愉快的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到金融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良 暂时有爱城市的理念外 还肯定蓝白做出了在野联盟合作的表率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坐车抵达金融市政府大门口 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亲自迎接 朱立伦亲自参观市府亲子电影院 还坐下来体验舒适的友善环境 朱立伦称赞谢国良 作为父亲为金融打造油爱城市的努力 最重要的市民是小朋友 对啊爸爸妈妈 假设现在大妈现在也不开来城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要打造一个 比较舒适性的环境 爸爸妈妈这样有孩子 他们才会感生他的态度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还不错 其实其实都企业赞助的 我们其实没花期 就是然后这样让爸妈 就是爸妈来洽工的时候 把小孩先放这个 对有一个是郭马姨 对有一个是郭马姨都在 对OK 这是我去新加坡的机场 刚一去这样改 他有一个店 然后就给转机 因为转机有时候 三五十分钟你坐 看五十分钟 就让你在那边 谢国良邀请朱立伦 中午一起享用金融美食 谈到对谢国良推动友善城市 朱立伦很有感觉 我刚刚跟国良说 现在你想不到金融想不到什么 想到好吃的 好玩的 那更多的朋友到金融来 刚刚在仁爱市场楼上 看到还有嘉义来的 还有高雄来的 还有各地来的 我都习惯过人家从哪里来的 所以太多太多的客人愿意来基楼 就表示国良的成功 那第二个呢 国良把爱心带进基楼 他是小爱爸爸 这个小爱爸爸可以把 这个实现在市政府的一楼 就可以看到爸爸的爱心 他今天又是父亲节 那我相信所有天下的爸爸都是最爱自己的子女 那小爱爸爸更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一方面来吃基隆的美食 来帮佩翔 也要来看一看我们小爱爸爸 而基隆因为民众党前秘署长谢立功 退选立委 让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委选举 做出了在野联盟合作表率 问到蓝白未来是否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朱立伦这样说 那在我们很多的共同的理想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是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尤其是对于两岸的和平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对台湾政治的改革 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那这些共同的理念 不管在立法院党团当中 或在地方议会当中 或者是将来可能在整个国家的施政当中 我们都可以团结在一起 那就可以让台湾人民中国得更好 那我们怎么会因为今天蓝白 如果对立或者是不合 让台湾陷入战争的风险 怎么可以因为对抗或对立分裂 照台湾人过苦日子 我想这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 我们未来中华民国的未来的发展上 我们认为只有朱主席这样子提到 菲律大联盟这样子理念跟方针 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把国家带到正确的方位上 反之如果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合作 或没有办法最后有更多的一个 攜手这个努力的话 那很可能把中华民国未来的一个方向 就会带来更多的不安跟带来更多的风险 所以我是全力支持主席的这个理念 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着主席 一步一步能够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恰巧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 党主席朱立伦也期待 未来基隆变成更有爱的城市 吸引更多民众愿意来观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再带来看中山区举行112年模范父亲 即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 社区妈妈表演团体特地邀请议长 童子伟和所有议员们一起大跳鲨鱼宝宝舞 娱乐得奖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们 成为7个行政区中最欢乐的一区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市议员宋伟丽 施伟正 郭美秀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议员和中山区长徐亚文 一起跟着社区妈妈们 在台上大跳鲨鱼宝宝舞 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 中山区举行112年模范父亲 即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由于先前受到卡努台风搅局的影响 延后到8月8号父亲节当天举办 变成7个行政区中最后一区举行 议长童子伟和所有议员以及区长 一起大跳鲨鱼宝宝舞 娱乐得奖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以及家属们 成为7个行政区中最压轴也最欢乐的一区 父亲看起来很严肃 但内心的爱我想都是无限的 我想我们基隆的爸爸们 都为社会为家庭默默的付出 就像正言法师所言 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 一点一滴的耕耘 让今天的基隆充满爱与希望 今天是父亲节 过去一周我们参与了各区的行政区的 这个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表扬 心中真的充满感动还有感恩 看着每一个家庭上台表扬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和乐融融充满欢喜 我就感到对基隆的未来充满信心 而原本7个区的模范父亲 既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受限于时间的关系 都只有让市长谢国良和议长 童子伟代表致感谢词 但是因为市长谢国良临时有事延误 因此也成就现场的议员们轮番上台 感谢父爱等待市长的情况 也是别的行政区议员都没有的机会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线上 小弟一点心意跟祝福 我想成为父亲是一个男人 完整他人生的捷径 所以我觉得可以担任做爸爸呢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当然当爸爸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除了对家庭的付出 还有另一半的体谅 我会陆陆续续的包括机车考照 我们陆陆续续也在一直在进行中 还有老人的营养五叉也一直在继续 那在这里呢也不多谈 那美秀这四年一定会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给大家看 你们投的这一票绝对没有错 那在此呢我祝大家八八节快乐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这八八节 那么一节好人好事代表 我立在此祝福 每一位在场的 而且还有我们中山区的所有好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我立在此祝福大家 八八节快乐谢谢 七区里面的最后一区 刚好我来了就可以把这七区 全部拼图拼吧 所以这是最好的时光 是不是 啊哪没中山 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参加了这么多区 今天第七区 我从来没有机会可以上台来讲话 为了避免受表扬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等太久 先由市长秘书代表市长和前面几位受奖代表进行大合照 随后市长谢国良终于赶到 也让真正接受市长以及议长颁奖合照的受奖代表们直说很幸运 大合照完之后市长除了恭喜所有得奖者也向大家致歉 谢谢各位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还有非常谢谢我们同议长跟各位议员的参加 我想今天也是父亲节 抱歉刚刚有一些行程延误 祝所有的爸爸 你是最伟大的 祝你们父亲节快乐 然后感谢所有好人好事代表在地方上的贡献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议员 表扬活动开始前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也都赶到现场和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们握手寒暄致意并且合照 但是因为赶其他行程先离开也就没有上台致辞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教活动官网 他是我专属的变形金刚 有了他 上山下海都不怕 当我难过 伤心的时候 他是我的最佳听众陪我说说话 他是我的Super Hero 我最爱的爸爸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仁爱区有名男子闯进一间音乐酒吧 表示要调忍气 店长出面劝阻 男子竟恼羞成怒当众亮枪恐吓 店长报警后却一直没有接到警方的任何回复 随即向议员投诉 怀疑警方迟案 金融酒吧柜台内一名男子走回位置上 从包包里突然拿出一把枪 还指向另一名男子 男子被其他人安抚回到位置上 但火气还是很大 不断地拉滑套 顺着呛吓自己的叔叔是议员 这期酒客亮枪事件发生在4号凌晨 金融市某酒吧内 这名男子闯入柜台要调冷气 当下被店长制止 男子居然恼羞成怒 直接亮枪 事后店家报警 但案情迟迟没有下文 事议员郑一芳接获陈勤 怀疑警方吃案是否受到压力 案发至今已经过了五天之久了 那我想呢 嫌犯的特征已经非常的明显 那到至今都还没有破案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警方包庇 还是有什么压力来导致 还是嫌犯有什么样的背景 而导致警方至今还没有破案 事议员郑一芳质疑 基隆警察局七月强力执行打炸 查气枪支 不到一个月 基隆就发生酒吧被恐吓 治安令人担忧 这三个月内 基隆市发生了五条重大的刑案 警察局真的有在雇我们基隆的治安吗 辖内某酒吧 遭一名成年客人疑似持枪恐吓 警方破报后随即成立专案小组 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 追查犯贤 并以锁定犯贤身份积极查戏中 第一分局表示 警方第一时间获报不敢大意 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犯贤可疑行踪 绝不宽待不法分子之恶行 不过警察局强调 案发后已经锁定了诚信嫌犯 近日就会将他追弃盗案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近期爆红的原始步道 大栏古道上 有一间保存阑阑工法的大金农场 在地青年结合工艺师与艺术家 在基隆学习型城市计划中 带领学员走独踏茶 亲自阑阑与在地对话 进行深度的文化交流 认识植物感受大自然 在大金农场主人王国伟老师的带领下 造读淡然古道中段的暖暖段 学员们认识步道上的植物 与这片土地连结 摘下来 摘下来大概这样的程度 然后放在水中清泡 大概清泡两天半到三天的时间 它里面的摄氏就跑出来 就释放出来 让摄氏跟石灰 充分地结合以后 以石灰的重量把它拉下沉 论事大金后就要进行懒懒创作 聆听着溪水潺潺流动声 让心灵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在国家文化记忆库重要工艺师 王国伟老师的懒懒技巧分享下 学员们发挥创意 制作杂书衣 在绑部进览后展开创作的那一瞬间 感受到大金蓝蓝的艺术魅力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从一路深开始 就是有个步道 先从每一步跟植物的一个小认识 然后开始跟这个土地有一个亲近的感觉 好像在就是自然里面找到新的自然朋友一样 然后之后再来找做一个属于 专属于自己的一个小作品 对然后那种感觉有一种 很像是把三菱的记忆带回家的感觉 想要住在这里不要回美国了 就是光听就觉得实在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资源啊 取次不尽用之不绝 这场结合大自然美景与蓝蓝的创作 开启了与自然的对话 让大家与这片土地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2023自信表达主播营的活动 暖息国小的小学生们体验主播播报 透过专业讲师讲解与带领练习 让这一群小小主播们 在播报台上展现自信 收获满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暖息报报 我是汪子兰 第一次坐上主播台 小小主播们 勃起新闻 相当自然 他们是来自暖息国小的学生 预备开始 冰墙马壮 光明水落 暖息国小校长带领二十几位小朋友 来到中加吉隆有限电视 参加2023自信表达主播营 在讲师的带领下 叫到孩子们从口语表达 要字发音 最后坐上主播台播起新闻 这样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专业的摄影用品 然后还有就是当主播的那种成就感 然后还有紧张的感觉 就是深呼吸 然后在心里面告诉自己自己可以克服那个困难 虽然我的台词有一点忘词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 让我可以体验当一个小主播的一个过程 虽然还是会忘词 但是有进步我就觉得很OK 来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 当主播的话 要上去念那个新闻稿的话 需要做很多准备 我觉得最棒的是说 他教导这个小朋友 咬字 然后如何去表达 还有他的那个客服 对对 客服恐惧 这是一个很新奇难忘的体验 希望这个活动之后 还可以继续办 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中家吉隆的摄影棚 带着暖心孩子呢 来参加2023自信主播的活动 要非常感谢中家吉隆跟学校的一个合作 看见孩子在主播台上充满自信 口语表达非常的流畅 台服非常稳健 相信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成长的经验 期许我们明年后年呢 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做到主播台 展现他自信的一面 2023自信表达主播营活动 小朋友不只体验当主播 也学会如何克服恐惧 充满自信的展现自己 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收获满满 记者吴建新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类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重回来